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帶來的有 大科技社媒涉嫌干預內政遭緬甸禁止 美國務卿宣布重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眾多議員反對 蓋洛普民意調查指美國人說川普在反恐方面比奧巴馬好 特斯拉投資15億美元比特幣飆升至歷史新高 德國與台灣芯片換疫苗其被談背後中國因素 下面是詳細內容 National File 網站8日報導 緬甸已經禁止Facebook、Instagram和推特 因為這些平台的算法促進了鼓勵民眾抗議該國軍方的貼紙 而且干預國家內政 報導分析 這次緬甸爆發的顏色革命是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 以及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基金會促成的 與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相關的龐大非政府組織網絡 在緬甸全國各地煽動了支持昂山素姬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緬甸抗議軍方政變的民眾中 有人看到了安提法《黑命貴》的標誌 報導說 社交平台的算法熱衝於推港股吹當地動亂的內容 推特在緬甸推送了《尊重我們的投票》的標籤 這個讓人聯想到社交媒體針對美國大選的貼標籤行動 無視川普競選團隊對2020年美國官方選舉結果的合法挑戰 在上週的緬甸抗議事件後 推特宣稱緬甸的禁令是對開放互聯網的威脅 儘管推特也從自家平台上大規模審查了川普總統及其支持者的言論 推特發言人說 開放的互聯網在世界各地正日益受到威脅 我們將繼續呼籲結束政府主導的破壞性關閉行動 Facebook承認他們的目標是將他們認為重要的信息傳達給緬甸人民 其亞太地區公共政策總監說 我們強烈敦促當局下令解除所有社交媒體服務的封鎖 在這個關鍵時刻,緬甸人民需要獲得重要信息 2018年,Facebook封鎖了緬甸武裝部隊總司令敏昂來將軍的帳戶 理由是為了阻止他利用念書的服務 進一步煽動民族和宗教緊張局勢 敏昂來目前擔任緬甸新的過渡政府主席 報導最後說,社交媒體平台因公然干預選舉和其他政治進程 以破壞保守派或民族主義政府而在世界各地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緬甸實施的強制應對措施可能會促使其他相關國家 也對社媒的圍堵變得更加廣泛 而1月份結束無奈的烏干達的大選表明 對試圖干預選舉已提升其首選的 通常是自由主義的候選人的大科技社媒平台 採取更嚴厲行動的重要性 烏干達總統約維里·穆塞維里 在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反對這些社媒對該國干預後 以壓倒性優勢取得了烏干達總統選舉 2月8日美國駐日內亞聯合國代表團代辦卡塞雷表示 國務卿布林肯將宣布 美國以觀察員國身份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並尋求今年10月成為正式成員 此舉引來超過40位美國聯邦眾議員的反對 據新聞週刊報導 早在2月5日這些共和黨議員就聯名自信拜登 要求他不要讓美國重返該組織 他們在信中寫道 自2006年成立以來 人權理事會未能認真推進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宗旨 反而支持了世界上一些最具壓迫性的政權 美國若加入一個系統的保護世界上最惡劣地區 不被追究責任的機構 這個在道德上是應受譴責的 信中指出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起草了40多頁不成比例的針對以色列的決議 卻沒有通過任何有關中國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其他國家 在2006年到2019年間涉嫌侵犯人權的決議 2018年川普總統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理由是該組織未能有效的捍衛人權 還立入了中國、古巴、阿拉伯、利亞、俄羅斯 以及委內瑞拉這些人權歷史不好的、飽受批評的專制國家 前國務卿蓬佩奧曾表示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是獨裁者的天堂 是侵犯人權者的霸道講壇 川普享任期內除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外 還宣布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定 以及一系列軍備控制協定 此外,川普還發出退出國際郵政聯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呼聲 拜登就職後,美國又重新加入了巴黎氣候協定、世衛 並提出重返伊朗核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意向 這些決定一次次扭轉了川普政府的重要國際政策 聯合國大會一般在每年10月進行投票 以填補47個成員國理事會三年任期的空缺 做出最終選擇 蓋洛普2月8日發布的民意調查顯示 44%的受訪者表示 在川普的領導下 美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取得了進展 35%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失去了進展 2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停滯不前 蓋洛普最近的民調在2021年1月21日至2月2日 對全美906名成年人進行了調查 不差率為正負4個百分點 而在奧巴馬時期的調查顯示 只有28%的美國人表示 他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取得了進展 49%的人表示 美國在其任期內失去了優勢 20%的人表示 在其任期內停滯不前 但在布殊時期 有40%的美國人認為 他在反恐問題上取得了進展 37%的人認為他失去了優勢 20%的人認為 美國在他任期內 在這個問題上停滯不前 對奧巴馬和布殊在反恐問題上的表現的意見數據 是在他們任期後的最後幾天收集的 新聞週刊指出 這項民調並沒有區分不同類型的恐怖主義 在布殊和奧巴馬時期 國內和國外的伊斯蘭恐怖主義 是首要關注的問題 2月8日 特斯拉在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年度報告中 宣布對比特幣投資15億美元 消息一出,比特幣價格短線拉升 迅速攀升4萬美元關口 之後勢頭不減 比特幣日內漲幅超過10% 直至星期一中午 比特幣價格飆升至43,160美元 並創下歷史新高 特斯拉在報告中承認 數字資產可能會受到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 但該公司堅持認為 這種變化將允許更靈活的 進一步分散和最大化現金的回報 特斯拉公司表示 我們相信我們持有的比特幣具有高度的流動性 另外消息指 特斯拉或者在不久的將來 會開始接受比特幣作為支付方式 比特幣價格創紀錄其中 特斯拉CEO馬斯克功不可抹 1月底,當馬斯克在他的推特個人資料中添加Hash Bitcoin標籤後 價格在15分鐘內飆升了15%以上 馬斯克在2月早歇時後表示 比特幣正接近被投資者更廣泛接受的地步 分析師們紛紛表示 特斯拉的支持可能進一步將加密貨幣融入點對點交易 新冠疫情時虐導致全球芯片缺貨 德國上月底突然置涵台灣經濟部 希望能獲得台積電生產的芯片 支持該國汽車產業優先進貨 根據路透社報導 5日在德國方面因汽車行業短缺而提出購買台灣台積電晶片後 台灣經濟部順勢向德國請求協助取得新冠疫苗 希望拿到德國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與美國藥廠輝瑞合作研發的疫苗 BioNTech與中國福星藥廠集團已有協議 將透過福星在中國行銷一億劑疫苗 因德國與中國平時往來緊密 因此與台灣一向保持距離 在1月25日 德國聯邦政府的記者會上 有記者詢問德國是否有某種以疫苗換取芯片的念頭 德方都備而不答 當媒體詢問是否有新的台灣外交立場時 發言人兩次強調 柏林對台北的立場至今沒有改變 台灣很多媒體評論 一向在科技及製造產業高傲的德國 此刻向台灣發出合作邀請令人意外 德方態度也引起台灣輿論反彈 有些台灣民眾到德國在台辦公室的念書網頁發言批評 批評德方想要兩全其美 並對北京在人權以及香港問題上不夠強硬 歐洲重點中國研究智庫 德國密卡托研究中心分析員 李愛玲對BBC說 默克爾政府一貫的策略是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 避免激怒中國 以為是得中緊密的經貿往來 即便是經歷2019年的香港示威 國際社會對北京有所抨擊 德國也不為所動 台灣大廠台積電目前是全球高科技芯片生產的領頭羊 一年多來,台灣的晶片生產進度並沒有受影響,反而生產加速 半導體對汽車產業至關重要 而當前汽車半導體晶片短缺 事實上,汽車產業一直是德國經濟命脈 根據德國汽車產業聯合會的統計 德國每七個工作崗位中就有一個與汽車產業相關 透過此事也讓全球車用晶片短缺嚴重的問題浮上桌面 目前美國福特、日本豐田及德國大眾等大車廠已經減產 故分別透過外交管道,希望台灣蔡英文政府 協調台積電等相關重點晶圓代工廠 幫助提供出口汽車晶片、搶救汽車行業 今天的新聞跟大家報導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多謝!